那么这一期就是我们的主线公乐片的第三集 那么这个大家也看了前几集 也给大家翻译了吧 大家应该慢慢感觉到 这个二代和一代的很大的一个区别 除了游戏本体上以外呢 这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游戏的氛围 这个一代的时候相对严肃 而二代呢就欢了很多 首先这个James Tyler 这个各种爆粗口 然后还有各种冷幽默对吧 然后呢这个不光是James Tyler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角色 比如说像黑色守望的这些小兵啊 或者说是这个金泰克的这些成员 总之都能爆点搞笑的东西 总之各自都有点那么点这个猛点对吧 不过呢虽然说是都被干掉了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主线有了分支 我们首先来接一下这个威尔神父的任务 这个黑色守望抓了很多平民到一个地方 而且还是有去无回的那种 就说明肯定有什么这个事情在进行 为时时间黑色守望将无辜平民 有怪物关在一起为金泰克做实验 这个我们先看 他们已经是正在执行了 我们现在要赶往任务地点 这个很多同学 这个原先这个Gentech 这个词呢 这个在网上搜到这个疫名的 或者说是存在的 或者相关的这个东西 我是怎么为什么叫金泰克呢 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Kontact 然后呢还有一个叫金泰康 这个是什么 康泰克是感冒药对吧 金泰康是什么呢 金泰康足以损给天下父母洗脚 哎 郭东霖这个装一套的 这个天气气欲报完了以后 很常见的一个广告 哎 前一段时间 现在没有了 春节到现在的话 已经播了很长时间 那么我们不说这个游导跑棋了 看我觉得这个二代的这个配音 还是很下功夫的 这个我很有兴趣 这个想查一查这些 这个他们对话 很多这些方面的设计的人员是谁 这个我老感觉可能跟刺客信条 有点关系 因为这个对话 确实我觉得跟刺客信条里面 很多那些杂兵 那些说话的方式很像啊 这些台词用词的习惯 这个可以感觉出来一点 虽然我是扎音语 但是因为经常听嘛 哎 这里的任务呢 因为把他们关了进去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 也没有这个带有钥匙的这个队长 我们呢就要制造一点骚动 哎 然后把这个队长逼出来 这里呢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所以你这个暗杀 还是大开杀戒都随便你 哎 要注意的就是这样坦克 我们建议优先解决 哎 这样的话 呃 怎么说呢 你在这个机器里面的话 这个可能会遭炮轰 哎 这样的话 你要是把他一吸引注意以后 这个可以把他赶出来的 哎 这个高难度下 建议如此 因为有的时候 直接我去轰的话 这个 因为这个敌人的火力也很稳 火箭筒几发都给我轰飞了 所以我先把两个火箭筒兵干掉 然后再 开始慢慢解决他们 哎 像我们这样用这个 呃 用机枪杀人还是比较快的 相比火箭筒要 效率高很多 因为火箭筒射速太慢 哎 杀到一定程度 然后这个 他们就会派出支援 哎 支援当中就有这个 带有这个门锁钥匙的 这个门锁基因的 这个 队长 解决 好 变身 哎 这一套动作一定要熟练 关键是这个 仪器看字 简单的一套动作 但是你要经常观察很多东西 比如说小地图 哎 这个是最经常要观察的 哎 那么我们这个顺利的这个潜入 哈哈 姑且算潜入吧 我们看看他里面在干些什么 我说这个 我说这个悲鸣的这位女性呢 我怎么觉得 经常在各种游戏作品里面都听到她的哭喊声呢 比如说丧尸为尘 对吧 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那个 为什么没有信号 为什么全球通也没有信号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大家可以去拿去听听 反正我是对比一下 声音确实很像 这个便当专业户啊 我们听到这个金泰康的这个研究员和这个黑色手王 他们的军人的对话经常是非常紧啊 这个 这个都是自带吐槽的 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有两点 一个是要抢到这个带有经验奖励的这个士兵 把它吃掉 会有一千点这个经验奖励 EP 然后呢 就是那名这个带有这个 识别 识别机的钥匙 然后我们把它吸收了以后呢 就去开门锁 其他的人不用管 如果你想杀的话 就杀了 建议呢 看这个到时候都是火箭筒 还是不太好办的 所以我们还是不管他们了 这里的话 如果你用卷区的话 卷区的黑洞攻击会很好用 这是一个新敌人 这个比一代的那个猛多了 这个叫主宰者 在二代里面新角色 新怪物 对付他的方法呢 最好的是用卷区 我们知道在本作中呢 其实很多难查的敌人 都是要用卷区来打的 毕竟是新武器 相当好用 这个卷区是个什么武器特性呢 就是一个触手 我们看 对付他的话比较复杂 我们首先呢 要对他背后进行一次卷区攻击 在他防御的时候 背后进行一次卷区攻击 然后呢 就可以再给他触发QT 然后就可以打得乱他的一只手臂 这种时候呢 他再无法防御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对他进行攻击了 吸收掉了 把他打掉以后 吸收一个什么新能力呢 这个一代的时候 这个防御的是黑又硬 对吧 这一代的时候 变成了这个护盾了 这个护盾呢 非常好用 我觉得作为动作游戏 弹反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弹反的话 这个游戏一下 技术性一下就提升了 我们看 他弹反的时候 其实也是 这个要反的话 要这个 要这个攻击 受到攻击的一瞬间 而这个判定时间呢 跟升级也有关系 前期的话 我们看到 就是他 伸出盾以后 来我们看啊 他还会有一个动作特效 还有一个慢动作 这个手感做的 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这个 他的弹反判定呢 这个 对付不同的敌人 他的弹反判定不一样 比如说对远程的话 弹反判定就没有那么好 好弹 如果是这个近战的话 就很好弹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以扛着 然后你在盾的话 也可以算做这个弹反 这里我们把里面的人都干光了 然后逃出去 你看 好像一代的时候 这个Alex好像也用过类似的招式 对 好像我印象中 好像感觉上Alex 好像不会用这样的招式 但是 就是James Tyler 就这个很顺理成章的应用 可是毕竟他也是军方人员 也会是用这种 这个军用的 这个专业用语 那么接下来是下一个任务 我们接到的是 这个鲁克斯的任务 为什么会是鲁克斯 这个敌人的队长呢 我们来看看 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吸收了 他们其中一个队员的 这个基因 他把我们当成 那个 这个毒蛇的队员了 这个之前 这个James Tyler 留了一下 这个鲁克斯的一条命 留他一条命的好处呢 就是时不时的 就会收到一些 他的内部情报 毕竟他是最高首脑 总能最直接的收到 他最 这个 任务 我们听看 这段对话 很有意思啊 这个 那个什么 那个研究员 那是个菜鸟 不懂军事用语 这个胡乱 胡搞瞎搞的 然后那个 回答他的 那个军人呢 也还给他教了一下 这个MIC 就是Minutes的意思 Oscar MIC 就是正在前进 这个是军用语的时候 很多可能大家 还不是很熟悉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 这个 不过 这个军事地的 这个指教就不用了 大家交流的往往就行 军事地的话 难免会 这个 奔发出优越感 这个 这个难免处 可以和大家 奔火花 这里的话 刚才又没有 顾得上说 就是这里的话 有特殊的任务 这个经验奖励呢 就是用一次 卷区的黑洞攻击 对这个直升机 进行一次攻击 只要进行一次攻击 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先用火箭筒 轰 它没多少血 然后再用卷区 打两下 就火箭筒的位置 很大 但是卷区的攻击 就不很高 所以我用火箭筒 先轰一炮 为什么不轰两炮 轰两炮就轰下来了 这个研究员废话很多 这张我觉得不用多说 这里的这个特殊的 这个经验奖励呢 是让你用卷区 摧毁一辆这个装甲车 这个你们刚刚没给他说 黑洞攻击是长按键 就是视力的攻击 就是这个黑洞攻击 如果武器升级的话 在黑洞使用黑洞攻击的时候 它这个会分散出更多触手 吸引更多的这个物体 也就是间接造成更多的伤害 这家伙就一直在吐槽 然后这个跟唐僧一样 其他的这个军员就受不了了 这是一段和鲁克斯的对话 这个说的 这一切都会在你还没有察觉之前就结束 一与双关 如果你要是这个 如果他们要是能干掉黑洞的话 那你们会知道 如果黑洞要不要干掉你的话 你也不会有所感觉 一瞬间 这一点都会疼呢 还变成他这个样子 我们看 这个给了个近距离头 这个远距离一看的话 就感觉这个衣服的褶皱很有质感 近距离一看只是贴图 这个好游戏的话 游戏做得好的话就是这样 他其实很多程度上的这个特效果啊 都是这个贴图 美工做得很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些的话就靠一些取材啊 这个 这个羞涩啊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画师的这些功力了 顺藤摸瓜又知道了个高词的名字 让这个 这个神父去查了查 我们这又是自己开头的任务 那就是伽儿神父的任务 我们看看是什么 这一集是拯救 黑色守望 要在海勒完全被 完全破坏他们的计划之前 杀掉所有和海勒有关的这些人 这个搞了一个株莲九族 对吧 那这一集呢 其实是这个 很像一代里面的 这个一种任务 一代很经常做的任务 就是保卫 某一座建筑 或者说是摧毁某一座建筑 这当中呢 会有这个 黑色守望的士兵 穿塌在里头 而我们这个呢 主要是保护 这个和一代相比就简单 一代的时候 只要上一个难度的话 这个普通难度 简单难度都很难 所以关键是 就是要看你速度快 这里呢 我们一上场呢 先去在周围抢了一个士兵的这个机枪 然后呢 我们对这些 这个用机枪杀人是最快的 因为毕竟你不要 不用靠近了以后再杀人吧 对吧 虽然说卷曲的这个黑洞也很快 但是还是要蓄力时间 这里教过我们的一个新玩法 就是抢这个坦克车上的这个火炮 这个是TOW 这个专业的名字叫什么 反正你大概意思 好像就是热追踪导弹吧 目前还没有这个特殊的这个任务要求 所以我们尽情的轰律可以了 注意 如果你要想站在坦克上轰律外一个坦克的话 这里会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因为呢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站到这个炮的这个坦克的顶上 它的这个炮筒在转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着转 所以这个经常很难瞄准 尽量就是直接零距离颜射 这样的话这个威力会大一些 一炮就哄死了 这里是第二波了 他们进行的直升机和空头的增援 我们呢最好是抢一个火箭筒先 这个一带啊见过这招很帅的 抢一个火箭筒 然后先把直升机轰下来 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建筑的伤害比较高的就是在鱼的攻击 两炮 直升机的话两炮 然后呢我们剩下的就徒手干啊 随什么的随便你 还建议呢这个如果你要是用徒手的话 还抓一个扔一个 抓了以后往另外一个扔 就一下干掉两个 比如说像这样 拿一个这个火箭筒 准备 又来了这个直升机了 我们爬一个高点的地方 要不然的话这个仰角的话不好瞄准 两发搞定 这个基本上你瞄了以后不用等他命中 你就可以走开了 因为这个几乎是百分之百命中 一般没有啥意外的话 火箭炮的威力还是很大 直接把人炸成碎肉块 这样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来尝尝这个 用炮管子 这种管子路人 这有一个队长 值得一吃 又有两辆坦克 并且还有一架直升机 这里说让我们使用这个TOW的这个火箭弹 来对一辆载具进行攻击 摧毁一辆载具 这样的话我们打上这个TOW以后呢 轰一辆坦克或者轰一辆直升机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里要注意 这里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带有经验剂地的士兵 我们先把它吃掉 以免误杀它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尽情的轰吧 建议把这个火箭筒拿上 先轰掉这个直升机 这个直升机轰掉了以后一会儿还有 毕竟你要是拿TOW要想完成这个透视奖励的话 你轰坦克也可以 这个可以用防反 但是这个吃两花没关系 这个我也忘掉了 刚拿到这个弹反的时候 还不太吃饮用 这个装甲车的血还是很扣的 我们先去抢个TOW吧 然后把这个直升机轰掉 按这个X是将它这个砸掉 你看这个砸得很稀奇 他明明是砸的这个左边 但是他右边就会翘起来 明明砸的左边 但是左边会翘起来 或者说是右边线下去 刚那个坦克没轰掉 我们把这个直升机轰掉 这还有一点血 轰掉 OK 搞定 这样的话 任务奖励也完成了 我们看这个对话中 还能有一点人物的性格描写 他们攻击了教育 教育 来吧 我们必须去 来吧 我应该就让他们抢我 父亲 我们没有时间 这种状态的糟糕 可能你不能再留在这里 那是没有理由 这个神父他本来是这个很虔诚啊 虽然说他帮助这个詹姆斯干杀人的事情 但是他还是很虔诚的 而且有这种类似于殉教的念头 但是还是被这个詹姆斯的真情所打动 那么接下来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原先介绍过这个 军下原型2的这个地图有三片 一片绿色区域 红色区域和黄色区域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黄色区域 这个第二张内容应该算是红色区域 这个绿色区域 这一集的任务是科学狂人 这一集我们继续去找之前 拿我们的这个詹姆斯做实验的那位这个科尼博士了 而且还有一些新的地图 这一集的战斗还是挺多的对吧 都挺爽的 那么有之前也说到了 有一个秘密联络这个神父的 叫雅典娜的这个人 他总是会给我们透露一些信息 这个雅典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人呢 他有什么目的 这个肯定一般来说 这样透露的话 肯定是有自己的目的才会匿名 这样子也算是匿名吧 这样来透露一些情报的 而且他还不告诉自己的身份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詹姆斯已经跳得可以非常远了 基本上不用滑行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一来就可以看到那位这个 带有权限的队长 直接一个25 能听我说啥意思 这个 铺个25 还是看小索视频的人 应该明白 疼 还砸这么大一坑 只要 躲开视线了以后 就赶快回来进门吧 这个为什么每次 有的时候 有的人说 你怎么不杀人啊 什么 这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要做视频嘛 视频的时间不能太长 多余的事情不能干太多 主要把该演示的 主要的东西演示到就行了 而且我要是爽杀一把的话 到时候游戏出在PC上 你们玩啥 对吧 主要留点乐 毕竟这个游戏还是要 这里我们看到 左边的这个 特殊奖励要求是 这个 不要进入警戒状态 这个警戒状态呢 我们看到右边还有一个是 这个 能力的升级 但是呢 我们要想把这个 能力升级 还要打开那把钥匙 还要把那个人解决掉 这样的话 就很容易出发警报 很难办 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先把主线解决掉 先把这个奖励拿上 在出来的时候 再来 我们再来吸收 这个能力的强化 我们先进门 这位就是那位柯尼博士 你还知道他是中士 你还在这里 一支 你还在一支 你不是该狼复者吗 对吗 是 靳俩 你看 just listen Gentek 对我来担心 我要兴趣 我才有点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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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北达 中士 绍梦 建议 建议 在法庾 中士 我一看 我们已经可以听下来 这位科尼博士 这个flag非常多 对吧 我们看这个经验奖励 已经有了3000点经验 那么接下来呢 你大杀特杀 也不会损失 你的这个经验奖励的 所以呢 无所谓了 never man 这有两个笼子 其中有一个 中间的那一个 是这个 有提升能力的 所以我们只要 把他给放出来就行了 但是如果我们和他 这个开锁的话 就会被这些人发现 然后呢 我们又要对付 这个笼子里面的怪物 又要和这些人作战的话 就会很麻烦 所以呢 我们先把人清掉 然后开锁 开出来呢 这个可以 这个老办法 如果你要是这个 因为前期嘛 选的难度又比较高的话 一周末 你可以这个 用枪械轰 打得也很快的 也很好打 大家原先的这个 支线收集片里面 给大家演示过 就是后身跳 拉开距离 一顿几个枪械轰 这个 但是战役比较没意思 所以我也换成这个近战 打这家伙呢 有了扭曲和这个 盾了以后呢 就很好打 首先可以防反 在防反有硬直的时候 可以使用这个爪 砍掉他一只手 但是砍掉他一只手呢 只是这个 让他这个难以防御 但是他的攻击力 某种程度上也算变强了 最好用的我们看到 是用卷曲 对他直接进行一次攻击的话 他就直接会出球体液 然后可以看掉他的一只手 就不用接触防反来打出硬直了 你看卷曲升了一击 这样的话 他可以打得更远 还可以伸出更多的触手 威力更大 卷曲的这个升级 主要是这个效果 开门还非得要变成 这个和他们的人 这个刚才 Kernie博士告诉我们了 一个猎户座计划 对吧 这个会不会跟原先 我们说过这个Face 1 Face 2 这个计划1和计划2 我们这个 跟这个有关系 我们最好快点 接下来这场战斗呢 要点比较多 这个如果你要是选择 简单或普通的话 可能没什么要说的 但是如果是这里的话 选择高难度的话 比较容易死的 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些 可能会比较取巧的办法 相对会比较取巧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能力 能用到的就用到 用的也不会太麻烦 首先是破坏它的通讯机动的阶段 你首先不用自己亲自去一个一个轰 在这里的话 这个致近的距离 会有一个落单的 黑色守望的士兵 我们抢了它的火箭筒 吸收它 然后呢 我们用火箭筒 先轰远距离的 因为这个飞弹 飞射发射的时候 还有一段距离 这个每一个这个通讯点的话 需要两发火箭筒 这样把它轰到两个的话 就会这个出发剧情 这里一开始就教我们 怎么样对付这个 猎狐座的这个敌人 弹反对它是最好用的 用其他武器打不出硬直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对它弹反了以后呢 可以直接使用出技 但是实际上要想对它造成更多的伤害呢 是弹反了以后 对它砍几爪子 然后再抓 打到它没血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将它吸收了 虽然不会获得什么新的能力 但是会获得很多的这个经验 以及很大量的血 我们看获得了1000点的这个经验 接下来呢 是要我们这个摧毁这些变电锁 我们只要用这个爪击的突袭 会这个效率会高很多 如果这个爪击突袭的话 跟你的这个距离还有一点关系 距离远的话VD才能发挥出来 或者说是从高空突袭 我们看距离不多的话 打出来的VD就不是很大 这样挠的话也伤血不是很多 有三个这个变电战 变电器 把它们全部 我们看远距离一个突袭 一个满血就给它砍光了 把这全护完了 又会来两个猎狐做战士 超级战士 两个的话就比较难办了 这个逆杀人星二当中的这些敌人 每一个如果是这个复数出现的话 你都不能用常规打法 你得要想点办法 不然会死得很惨 我是说在这个普通以上难度 你普通和简单就不用说了 如果你是二周目的话 疯狂难度那真的是太简单了 二周目的话 这个疯狂难度都不低 前期关键是一周目会比较麻烦 这里我们用的办法是先脱离警戒 变身了以后呢 在这里刚才我们拿那个火箭筒的那个位置 旁边还有榴弹炮 对付这个猎狐做的这个超级战士的 用火箭筒非常不好用 因为他会把火箭弹弹开 但是呢 这个榴弹的发射器就会非常好用 因为是本身打中就爆炸的 我们就可以拿他来轰 部署敌人的话 建议就使用武器进行这个分析 OK一个这个叙瘀了 dying了 解决掉 看这个击杀动作也很帅 我们看 用我之前说的办法 在他对他进行了这个弹反之后呢 不要立即进行Q7的这个反击 我们先给他挠几爪子 一般是三到四爪子 然后再对他进行一次这个投击 这一下子好 直接把这里的设施全都给他轰干净了 这一集说的话有点多了 把很多对话都让我们解说就该掉了 其实大家好好看 思慕对话很多很有意思 那么好的没有升级 好的吧 我们这段节目就到这里 好看 谢谢你 好看 谢谢你 好看